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得这么少 都能够呛了 有羽绒服 你是刚下班 对 我下班过来的 远吗 离点 来 过吗 这 那还不算太远 你不饿吗 你捡点东西呗 没有 您想吃啥 我给你捡 我都不知道他这儿有啥 捡点东西吃的 你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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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你很饿吗 我 我还行 我来个喝的就行 我要一个芝士蛋糕 芝士蛋糕 对 然后有一个这拿铁 谢谢 好嘞 还需要别的吗 不需要了 好的 把衣服给脱过来 来多少年了 你先来的 没多长时间 你开始聊吧 咋聊 你先 北京哪儿的 北京啊 我也北京人 好巧啊 你多大了 你猜 我猜 你是七五到八零的吗 为什么猜这么大 我就没刮胡子 显得那么老吗 不是 大吗 对啊 您猜 你是八零后吗 对 你猜茂上十多岁 这吓人的 叫姐姐 我八零的 那是 那是 对吧 那应该 您往自己年龄都开了 就想找一同情人 其实前后五岁 我觉得都差不多 你是八几的 差不多 你是八四的 但是你长得 还是挺挺 挺这什么 看上去不像那么大的是吧 对 我最早互联网公司 2004年 哇塞 04年就在互联网公司了 是 哪家啊 方便说吗 就国企 给偷偷告诉我 国企 互联网公司还有国企啊 国家的网站 后来呢 在国企大概干了四年 零八年 对 对 然后就就派到了这个 国家邮政局 邮政局 给邮政局做广告 做网站 你是负责技术吗 就就内容吧 内容 美术这一块 美术 对 我就小画画了 画了好多年 就是以后我要做海报 可以找你了 就那个年代将就用 现在就是因为人才太多了 好 谢谢 我要吃了啊 干了一年之后呢 后来我觉得很无聊 一个男的吧 天天就在那种 那种体质下 就跟养老一样 就很无聊 我说不能这么年轻就 就养老了 对 养老了 对 然后我说得搞点事 开始 画漫画啊 写小说啊 行 包括最小的女朋友 你来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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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不不 就您说 吃饱了 我们慢吃的 再说 或者或者你吃不下去 我就说 好吧 对 所以那个 就无聊嘛 然后我就开始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互联网 发展它比快 嗯 就是发展这二十多年啊 天翻地步子的变化 我就经历了 这个互联网的 就是我生气的事情 画漫画啊 写小说啊 包括最小的女朋友 都是网友 啊 就我现实中 没有交到什么女朋友 那时候 为什么呢 很失败觉得 然后也不敢说话 很自闭 哦 那你真不像 对吧 很多人都说不像 因为我是一个 特别敏感的人 就老 就老记得过去的这个 女朋友啥子 就一后 所以后来再交女朋友 他们就很嫌弃 念旧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 嗯 没什么不好 嗯 但是就是你念旧的时候 不要再打扰 你的前身就好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用了这个 我用的名字开始图册嘛 叫非我 非非我 哦 用到现在大概 我想啊 2004年了 现在多少年了 16年 18年了 想起20年了 因为我在这个18年 我就创造了互联网 大概 有七八十亿年那个 发过的小说 发过的漫画 拍过的视频 这都是后来的 大概创造了几十万的 不 几十亿 大概有十亿有了 但是现在又要过气了 又要过气了 就没人关注我了 你 你很缺关注吗 好玩啊 就被关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互联网加被关注 嗯 创造 创造油料 然后转化成钱 包括爱情也是 也是互联网 最早网友这 这一批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 都可能排斥着网友 但是现在网络是常态了 你见个网友是不稀奇啊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说网友 哇 见网友 是非常前卫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 我 九八年开始见 哇 好厉害啊 对啊 那你说那网线 它掉了个卡 那你是喜欢那个时候 还是喜欢现在 我觉得那个时候比较好 我觉得我最好的年代 就是二零零九年到 二零零四年 那回不去了呀 随着看了 但是现在 现在我就重新思考了一下 嗯 整个宇宙 嗯 来聊聊 我不知道你对这方面 有没有研究 我喜不喜欢 有 哎呀 天后 嗯 打老天爷怎么给你 匹配着 给我 所以就是思考的 会比较深入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家人去世啊 就是爷爷奶奶辈的 都不在了 你看我母亲 十几年前就没了 所以思考一些 中细问题 生死呀什么 叫宇宙是什么呀 然后我还是有一些成效的 我觉得 来聊 分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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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了 就跳了 从零零四年 就跳这儿了 就我对我对现在这个 这个这个话题 可能更感兴趣一点 那太好了 蒙太极 咱俩蒙太极流 随时可以切回去 没关系 而且咱俩脑子转速也挺快的 我会觉得 可能你 在你认知里边的宇宙 和在我认知里边的宇宙 并不是一件事 谈到宇宙这一块的时候 我可能更多思考的是 自己的去处 就是 会更多的去想 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因为互联网的开启 让大家有了更多的选择 选择变得更容易 信息或许更加 对 然后呢 信息属于都不是爆炸这个状态了 对啊 所以有人说元宇宙 我说这不是新概念 我也这么懂 为什么呢 你看微信 就是元宇宙 对 你看你看 在那个年代 它叫二维元宇宙 理解 就是宇宙是什么 它是一个点 突然之间无数像信息一样爆炸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未来比如说 我想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我只要通过脑机接口 告诉上乘的互联网 它会给我匹配一个非常合适的人 明白 它在哪 特别理解 直接你要不要跟她沟通 啪 打电话 直接给你约 要不要跟你约 然后给大伙说啪 到哪儿 但是你说这个现实中 你不想交的 行 我给匹配一个虚拟的女友 完全按照你的喜欢的 所有的爱好 给你匹配一个 你完全百分之百喜欢的虚拟 你需要人一井水吗 您喝吗 不喝 我不喝酒 那不喝就我也不喝 对 你真的不饿吗 我这聊天聊饱了 那就OK 就是我怕你饿着 来 继续 你聊点去了 所以我有个很好奇的问题啊 就是你怎么看自己的未来 我 我的未来 我现在我就想得比较简单 我这未来就是永恒的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是我自己选择的 我 我都接受的 而且现在我 我思维摸什么 我感恩遇到一切 来 你也这么想的 就是过去你认为的不好的人 然后或者说 为什么这么讨厌啊 领导为什么让我加班 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个不好的人 现在就理解了 就是让你的 第一是让你思维摸的升起 第二你要去接受这些东西 这是频率的一个状况 但是你会有负面情绪吗 有啊 但是我都练得非常好 你是怎么修 怎么训练的 就不要升起概念 然后不要被概念 哎 这好丑啊 好难受 我不喜欢 完了 这到这儿就会升起情绪 如果升起情绪 立刻告诉他 这不是 这不叫丑 这是一种风格 就换一个思维模式 我懂了 然后你的心态一变就好了 所以我吃了很多苦 这两年 包括现在去的 过得也不好 为什么 但是前两年我一想 哎呀我过得好差呀 我越会越越差呀 然后我就越过也差 哎 你怎么认知 过得差和不差呢 对呀 就是后来我就意识到了 这就是二位思维 只有破除掉这个 嗯 人才能升纬 嗯 所以我遇到不好的事 现在我笑 哈哈哈哈 越不好越笑 嗯